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时期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状况 但是人们却仙少提及宋朝 难道宋朝真的没有出现过全清朝野的太监吗 真相并非如此 王继恩应该就是宋朝的第一个大太监 此人与赵宽印之死也脱不了干系 后来王继恩又想要废掉宋真宗 不过他的心思被丞相屡端看破 最终死于他乡 还有一个太监更甚 他一生领军封王 今朝的崛起和靖康之祸都与他相干 此人名为童冠 童冠鼎鼎鼎大名 是宋徽宗时期与蔡经 高求齐名的六贼之一 此人善于恶于奉承 最能洞察皇上心思 因而得到了宋徽宗的宠信 童冠此人还十分喜欢打仗 他的军功也十分令他引以为傲 宋宗忠记载他冠状魁舞 北官室一下声嘘 石术皮股静如铁 不类咽人 童冠在座奉奉官的时候 就曾经帮助蔡经如愿升任宰相 蔡经为了感激于他 便立主让童冠去西北地区做监军 宫取清唐 结果在童冠行军到黄州的时候 宫中师伙宋徽宗认为 这是上天是井 担心出兵不力 于是这命人立刻前往驿馆传圣域 让童冠退兵回朝 童冠却将圣旨藏入靴子之中 并且矫诏说 皇上希望出兵成功 这一次出兵 童冠将西北四周一举收复 他自己也因此升任魏锦夫电视吉祥州观察室 童冠因此也开始了由军功升迁 童冠后来又参与了多次出征好法 这些升迁为了疏密掩饰 在北宋军方之中也算是极有声望 后来童冠还参与了征讨方纳以及北伐辽国 不过童冠讨伐农民义军还行 在伐辽之时却坦败而归 因为当年宋神宗曾经留下一讯 收复权燕之的这吉与王爵 于是在金兵攻入燕京之后 童冠用一百万钱赎回了一座空城 而宋徽宗依然遵照先帝一讯 将童冠封为了广阳郡王 童冠的发迹不仅源于皇帝对他的信任 同时也源于他所积攒的军功 自从赵匡印回收兵权之后 宋朝的武将一直以来都没能够得到很高的地位 即使狄青能够掌管中央军事 也受到了文官的排斥 而文官虽说有着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权力 但是也会受到皇上的猜疑 而太监的权力本就是皇上给的 皇上通过铜冠之手控制军权 铜冠也只是恰巧赶上时机而已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